所以你结婚的时候 遇到你先生那些东西 你就是很安定地面对他们吗 我有为了撞球桌的事 哭了好几次啊 后来还好送出去 结婚第九年的时候才送出去 哭什么呀 因为 谁要家里有一个撞球桌 我要一个温馨的餐桌 木制的餐桌 然后家人来来吃 我们可以围着餐桌吃饭 有撞球桌 他才能够跟他的朋友打撞球啊 家人比较重要 他要跟朋友相处的话 他们可以去外面吗 至少留给我一个家的空间 所以撞球桌不能当餐桌 不能把菜从洞里面挖出来 撞球桌惹毛卧的原因 是因为我妈来我们家 都没有地方坐 因为它都是极简风的装潢 然后就放一个大撞球桌 然后我妈他们就把包包 就这样直接放在那个撞球桌上 然后他们走了之后 我老公就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妈和你姐 他们讲说那个皮很贵 不要把那个包包 放在那个撞球桌上 我觉得真的是 你要这个撞球桌还是要我 应该是撞球桌吧 你在讲这么戏剧化的故事的时候 就是麻烦你报节目名称会很过分吗 不会啊 所以你可不可以接待刚刚那个 你要撞球桌还是要我之后 说出来节目名称 就看的是 花花万物 花花万物当中当然包括撞球桌 这个东西 花花万物 长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不见不散 你不再带得了吗 你看我 你不再带我 想不再带我 那带我 我可以带我 我看你 这是你不带我